今天我要陪製片洞峰來護髮 我無法享受這個過程 現在是在幫他做第一段 先讓我的頭髮裡面的結構先強壯 台灣的水質其實多多少都是有一些金屬的成本 那這個金屬的成本其實會造成我的頭髮會氧化會脆化掉 原來台灣的水分對頭髮不好 歐洲會更強力一點 因為歐洲的水是硬水 你去歐洲洗完頭髮的時候 你的頭髮的質感摸起來變更粗了 所以記得如果大家去歐洲帶一些台灣的水過去 我們希望到時候捐出去的頭髮 是一個很漂亮很完整的一個髮質給他們這樣 要我捐一點給你嗎 你有好多造型喔 我只能換帽子 我們認識的時候你還是有頭髮 記得你婚禮上還是有頭髮 你老婆有覺得被騙嗎 我回去問他 放交友網站應該會有人理我吧 你今天為什麼要拍那麼多照 我覺得我可能不會再留頭髮 覺得好麻煩喔 而且年紀到了一個程度 我就留長頭髮也不太適合 台客 哈囉家軍 他是綁兩邊這樣嗎 我們要把家軍女兒的頭髮拿到台東 原因是在台東有一群高中生 留了一年半的長頭髮 要捐給台東醫院的癌症基金會 那你自己也是被他們啟發嗎 之前就想捐啦 剛好因為他們也要捐 覺得好棒喔 那就一起來 多久沒坐飛機了 兩年沒坐飛機 你看喔 現在飛機門喔 都開不了耶 去的時候還是長頭髮 回來就沒了 你的頭髮到底對你來說多麼重要 超級重要 因為長頭髮我才有安全感 今天也帶你的髮型師來嗎 對阿他是Danny 25年都是他幫我修頭髮 所以Danny這次要捐頭髮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也是安全感沒有辦法 那我最沒有安全感 台客 耶 好愛你台客 我也愛你 老師這是什麼計畫 留頭髮的計畫 所以你今天也要捐頭髮嗎 對我今天也要捐頭髮 所以你們都留了一年半了 你一年半前頭髮大概多長 這裡吧 那你們對這個事情有什麼心得嗎 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自己的頭髮會 拿去可以幫助別人 平常就只剪掉 現在可以用我們剪掉的東西去幫助別人 家長有什麼反應嗎 以前就把 就理拼頭比較好看 可以幫你捐嗎 沒有 頭髮可能 再多一點 捐過嗎 我捐過 捐了大概幾公分 20公分 所以你之前頭髮到腰 但是我覺得滿有意義的 就我做了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 沒有後悔 見完有什麼感受嗎 很奇怪 很奇怪 又這樣用 然後就沒了 上課的時候 有講到癌症 補充到 那我就突然想說 不然我們來捐個髮好了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都 都要參加這個活動 老師我想參加啊 可是我爸媽可能不會同意 我說好啊 那我就幫你們說服你們爸媽 那其實家長也都滿踴躍的 可是反而有些小朋友知道家長同意了之後 他們就退縮了 我們班有些男生滿 滿愛漂亮的 就是他每天早上都會洗頭啊 然後都會 稍微整理自己的頭髮 他可能覺得長髮他們沒辦法接受 小男生在這個年紀 他們其實不太 懂得怎麼樣整理自己的頭髮 被老師或家裡的長輩 就會覺得說 披頭散髮的 就是都會叫他們去剪掉這樣子 想捐跟不想捐的 大概一半一半 其實女生捐髮是相對容易的事情 但在男生上面 中途會常常會遇到很想放棄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因為同儕之間吧 他會覺得他的同學們 髮型都很帥 或者是在社群網站看到 都是短髮 然後都很帥這樣子 所以這個年紀應該是最愛漂亮的一個年紀 發現自己的造型的一個年紀 對對對 我是一個愛漂亮的人 OK 對 所以我就覺得我那樣可能會很醜 可是那看我們搬這樣啊 這樣我其實有點後悔 因為其實他們都蠻帥的 對 也還好 我現在很緊張啊 不想剪掉這些頭髮 你不是剪到這邊而已嗎 對啊 心情很忐忑 感覺有點捨不得這些頭髮 期待自己新的樣子 可以遞平頭 有點害怕 一點點緊張而已 有點緊張也有點開心 有點不太捨得剪掉 因為真的留了兩年了 然後每天都要很用心的去整理它 突然有點捨不得 留滿久的 重機癌症重心加油 我還有一些事情想要藉由 捐法這件事情來告訴你們 最重要的就是堅持 就是在你的人生中 你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堅持的 捐法這件事情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它是少數你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就可以幫助到別人的事情 我希望我們這個舉動 可以幫助到這些人 讓他們有繼續治療下去的動力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比較印象深刻的病人 以前我在內科病房工作 我對病人的感情就是 我現在幫你做治療 做完治療之後你出院 我們兩個關係就結束了 做完治療結束之後 他跟我說 我真的很謝謝你們給我的鼓勵 讓我有勇氣面對我身體的不舒服 經過病人的回饋之後 我發現 在這個生命之中 有了意義耶 第一個個案 她是40歲的 就是乳丸的女性 那她比較特別是 因為她小孩很小 就是國小二年級 對她沒有頭髮會有恐懼感 她就覺得那不是她媽媽 所以假髮對她來說也是親子關係 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中間那個階段其實會沒有很好看 我爸爸說那個階段不好看 如果真的覺得不行 那就剪掉 這樣子撐過來之後 我覺得很有意義 小時候我媽是跟我說 如果妳剪一公分 就給妳一個禮物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剪一公分 我就會哭 然後現在要剪到15公分 我是非常害怕的 我在路上都被人家叫小姐 或叫妹妹 吃飯的時候這樣子 然後這個 讓我吃到頭髮 對 加料 阿公阿嬤家裡的長輩 去他們那邊吃飯的時候 就是說 妳的頭髮什麼時候剪 看個阿嬤 頭髮妳要留之前妳要先想清楚 我應該是不會再留第二次 涼涼的 妳掉眼淚了 太長了 好美喔 還是很好看阿 不好看 準備好帽子了 對 準備好帽子 可以下棋耶 希望有人喜歡用白頭髮做假髮 欸 比較好看吧 真的嗎 真的比較好看吧 我覺得妳乾淨多了好不好 真的嗎 對啊 加起來多少 908 快一公斤了 滿小天髮 老師啊 像妳們今天剪的這些頭髮 可以做一頂夾髮嗎 好像一公斤一頂 應該是一公斤一頂 我們不太確定 我覺得就有一種急臭的感覺 剪下來就有點捨不得 甩的時候已經不會有頭髮了 比較不會再花那麼多時間在頭髮上 可以去過更多事情 然後也可以幫助到別人 就沒有頭髮了 我覺得最感動的是 中間沒有人放棄 就是當初說要捐的 到後來都捐了 很多事情妳只要堅持下去 就會有好的回報 我覺得我們上一代的人 好像還沒辦法接受這件事情 那這也是當初為什麼 我覺得我必須跟他們一起留的原因 當他們的父母在judge他們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說 還是有大人是懂他們在做什麼 對 然後給他們一點支持的力量 大家一起做這件事 我相信他是一輩子 大家都不會忘了 而且我覺得他們每次剪頭髮 都會想到彼此 有蠻crazy的感覺 但是真的蠻有意義的 如果女生剃成這樣就蠻crazy的 還好你有帶Danny 如果你只帶我的話 就真的是 把你的頭髮留在台東啊 感謝禮富保水 讓我們可以分享今天的感動